住手 住手 龙宁 你跟我来 队长 不是说你刚才打架的事 说说你 坐 为什么喜欢格斗 他可以证明你此刻的存在 无论是我倒下 还是对手倒下 但你的这个意义 不是格斗的宗旨 格斗的宗旨是什么 完胜 不能退缩 不能犹豫 为什么 荣誉 怎么才能做到 完美的想象力 一流的直觉和体能 那是艺术家 对啊 格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对于你 它更像是杀人工具 对于你 生与死 这是战斗的本质 军人 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它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门艺术 我没参加过战车 我更不了解军人 为什么来当兵 我还没想好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答案 因为我没有答案 在这儿 你一定会找到答案 容宁 不管遇到什么 一定不要放弃 我不会放弃 好 那就像一个军人一样 服从命令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要不然你就得离开 你记住 不能遵守纪律的士兵 也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你回办理后 必须接受连部 对你的批评交易 不得白交易吗 跟新闻起冲突 还俩人起伤 对不起 连长 是我们冲动吗 冲动 不 我看你是脑子坏了 你这一天是部队的办案 你这一天是新兵啊 报告 是容宁先动的手 他逼你动手的是吧 你要是不怀手 不把他制服了 你就带不了兵了 我 这个兵不好带 放过来呢 容宁那个兵 和其他的兵 不一样 不一样 你跟我说说 他哪儿不一样 他是三头六臂了 还是多个脑胎 连长 我待兵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第一次见到 若宁这样的病 在上海征兵的时候 他和土豆都打起来了 差不点 没把证兵处给拆了 在火车站 那小子见到枪连 眼睛都不眨一压 就冲上去了 刚才我们两个人 正常手脚天珠 他一个新兵蛋呢 上来就和我们老兵动手 你看他那样 那哪儿来当兵的呀 那 瞧瞧 瞧瞧你们俩现在这狼狈样 还像是一个 英勇善善的凑种兵吗 我一个新兵 就把你们搞成这样了 还好意思在我这儿 振振有词啊 不觉得丢人吗 我拜托二位 动动脑子 他是你的兵 不是你的敌人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去 对 训练场 集权物检刺 连长 是 等会儿 保口容你 爸 你没商量个事呗 就是 处分文强的事 我告诉你小子啊 别跟我在这儿说情 这是军区党委的决定 文强在部队就剩仨月 他是我的兵 我不能让我的兵 带着处分回地方 人家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在部队 干了十来年 到了 给人一处分 让人回去 反正这事就算他同意了 我也不同意 你小子梦到情绪是不是 我兔子 说话 态度好点 别插嘴 出份怎么了 坏嘛 还需要加编呢 我就不信我的兵 一边一个出份 就趴下了 爸 你们别说了 给我吃点蔬菜吧 行了 别在这儿搞小动作 竟敢躺一炮蛋呢 对了 那个 容宁的事怎么处理的 你说容宁这小子 跟班长打架 他一个人打俩 为什么呀 没事 就是收脚天猪的事 那情有可言 因为那个天猪就是他们 老婆子 出份事已经定了 你们俩俩别再说了 那容宁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 处理完了 那要不我去找容宁聊聊 行 你去吧 跟你合适 容宁入伍的事啊 得跟他爸爸说 你看都出了这么多的事了 妈 这事我答应过容宁 暂时先替他保密 这个密怎么保啊 一个大活人没了 这 这得让容之月 多着急啊 要不这样吧 您给容教授打一电话 行 行 您给他打电话 看他怎么弄 他什么时候来的电话 今天上午来的 老容不在 我接的 祝福院长说 让我们放心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好容宁的 十六年轻 小夕就死在那儿的 这是容宁自己的决定 不是部队一定要接受他 这个决定会害了他一辈子 亲爱的 也不用这么悲观 他还年轻 不过就是两年的时间 两年 两年还不够长吗 谁能保证这两年之中 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谁又能保证 两年之后他还能不能回来 老容 你别激动 你们俩也别争了 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看还是想想 其他的办法吧 就是 就是 如果想办法的话 不如把他调回上海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那我女儿呢 要不要跟他说呀 你疯了 他要是知道了 他会马上跑到西藏去 那怎么办呢 先瞒着 等容宁调回上海 再说 容宁什么时候 能调回上海还不确定 不如这样吧 先让左左回学校 没见到容宁 左左能回去吗 这样 我去找左左谈谈 好 我不要一个人回去 我要等容宁一起 我们说好的 可是容宁现在还没有找到啊 我可以等 你的舞蹈呢 你的学业呢 你都不管了吗 我现在考虑不了这么多 左左 你已经是大人了 不能这么任性 你现在不完全属于你自己 你也属于关心你的人 你的父母 容宁 包括我 可容宁不回去 我一个人回去也没有意义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那儿 容宁会不会已经回学校了呢 他 会吗 凡事都应该往简单了想 所谓关心则乱 放心 我有容宁消息以后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你也不希望 容宁会觉得你是因为他 而耽误了学业吧 嗯 容宁 吗 你认为你很能打是不是 但我告诉你 这儿是部队 新兵打老兵 在往这儿还是头一回 这什么神 干什么呢 土豆 你有什么不复的 这是连两个决定 就知道好 新兵大你 等着 等着 新兵大你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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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好敲的 等着 打 打 干什么 还想打什么事 打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还手啊 还手啊 还手 干什么 还手 还手 你笑了 你们干吗呢 张医生 容宁 我们练练一下 我们练练一下 三班长 我想跟容宁单独聊聊 请个假行吗 容娘 你过去一下吧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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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一直没有机会 大妈谢谢你 不好意思 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雨萱找我有事 叫我袁杰吧 也没什么事 就是来看看 怎么样 部队的生活还习惯吗 不太习惯 不过 我想慢慢会好 得知你来当兵 我感到很惊讶 队长没告诉你啊 他还替你保密呢 容宁 当兵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爸爸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作为父亲他都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我还不想面对他 你这儿阿姨会打电话通知你爸爸 你别怪我了 你要理解他 他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不辞而别跑这么老远来当兵 他一定很受打击的 再说 他早晚都会知道 何必让他过那段提心盗胆的日子 我想你妈妈要是知道的话 他也不会高兴 你也是我妈妈 你也是我妈妈 他救过我 救过你 那个时候我八岁 是他等待活中 把我救出来 那一切好想就发生在昨天 当初年大后的时候 他的头发 灵状 全都烧焦了 到现在我好像都能闻到那味道 他把我从地上抱起来 紧紧地搂在怀里 不停地对我说 别怕 别怕有阿姨在 后来呢 后来 你妈妈把我送到了周阿姨家 是他们首要的 原浅 教会自己要妈 有什么时候 就去年的暑假 周阿姨带我去母区 看你妈妈 他正在那儿寻着你 得知我以犹豫的成绩 没想到那一遍 他很高兴 还送了一罐英雄牌的钢皮 鼓励我好好学习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还按发誓 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那样的一生 没想到那一别 竟成了永鸣 几个月后 他遭遇了雪崩 得着这个恶好 我一个人跑到了雪山正正 哭了一整天 后来我也考上了军医大 也成为内蒙军医 下面有雪莹大队 大队长袁野给大家讲话 大家热烈欢迎 列长 欢迎来到雪莹大队 请收拾 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高原 来到这战功赫赫的雪莹大队 你们有三个任务 第一 英勇杀敌 第二 捍卫荣誉 第三 超越自我 我们崇拜胜利 对失败者绝不宽恕 对那些输了还无所谓的人 更是嗣之以鼻 一个真正的敌敌兵 哪怕是有一点失败的念头 都会恨之入骨 正是因为这个 雪莹大队到今天为止 从不敢忘记失败 将来也不会 所以你们现在要牢记雪莹的口号 是 三个月之后我会在这儿等着你们 我希望你们全都能回来 现在好好看看你们身边这些班长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教官 将会成为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他们会重新教会你们如何走路 如何吃饭 如何睡觉 当然 他们也会教会你们如何取得胜利 军人的天职就是战斗 军人的荣誉会激励你们为国而战 为国而战 战同而战 现在请我们的吴政伟为大家讲话 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来到雪莹 这个声名赫赫 还有充满神秘的地方 你们肯定很好奇 为什么它被称为雪莹大队 那就好好看看你们的班长 班副 以及所有的特种兵 帝章 那之雪莹 优雅 刚毅 骄傲 它代表着一种精神 一种品质 一种坚定不移为国而战的信仰 这是第一任大队长雪山之音的传承之志 如果你们通过三个月的考验 将配得上象征荣誉的雪莹弊章 这三个月的时间 将是你们人生中最神秘而伟大的旅程 林兰 木设 林兰 你好 老大 阿芳 好久没见啊 你看起来不错啊 你压了 你们先出去 是 是 来 坐 说说 这次来有什么好消息给我 整天一办完事 就到静万家宫典接应我们 他办事的效率 永远都他们高 走之前有人来找过我 谁 魁石 他希望 你能尽快开始你这次的任务 他还是那么着急 他还在问 上次火车站丢货的原因 你全告诉他了吗 当然是有选择性的 那你接下来会开始吗 那你接下来会开始吗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倒了倒了倒了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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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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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里人去哪儿我 战友都尊倒了我得送他去卫生队啊 班长 嗯 你个子这么大 高碍粉还那么厉害 我看你改名叫高碍拔吧 慢点啊 这是哪儿啊 食堂 食堂怎么会有虫 跟这儿瞎走什么乱啊 上那边待会儿去 马护士 赶紧准备氧气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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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你那怂样 不就三个月吗 咬咬牙 挺过去了啊 你怎么不帮我咬咬牙呀 啊 不把你那小牙咬碎得太怪了 说真的呢 真的你帮我吧 你要不帮我你就等着受我失吧 有那么严重吗 有就是有 反正你不帮我就是谋杀我 我要怎么帮你啊 干嘛 射击 我就知道你 没门 我就知道没门 坚持 只有坚持下来 你们才能赢 报告把葬 想 我们一起来吧咋下去啊 你可以不站下去 除非选择倒下去 仲良 能坚持吗 不行的话跟我说一声 倒下去 倒下去 我马上安排人 把你送到卫生堆 怎么样 郝大志 倒 想赢吗 想 想赢 就给我咬牙坚持下去 直到你旁边那个人 比你先倒下去 咬队 怎么还没走啊你 你帮我这忙 我绝对报答你 我真是着急给家里人打电话 特着急我手机没收了 真的 真的 快打快打 你太好了 真的你太好了 少来 行了行了 喂 谁啊 妈 我 儿子 你怎么回事啊 我给你打电话 你手机也打不通 我手机没收了 借别人呢 没收了 那怎么回事 你这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好好好 你说你说 妈 你也想办法 我也想办法 咱俩里应外合 一定要把我弄出去 这哪是人家的地儿啊 刚到这儿就枪战 打得稀了哗啦啦啦 枪战 怎么回事儿子 你快告诉妈妈 我呀 先不跟你气说了啊 你就赶紧想办法吧 先挂了啊 挂了 拜拜 我让你留下出来 伟娘 我特别好奇你什么时候倒下去 你希望我倒下去啊 不 我希望你坚持下来 因为你现在代表的是我的心铭龄 三半 此时此刻 你已经打破了血型大队 无极限军资的历史记录 加油 护士 真的我劝你啊 就别弄这药了 就这儿吧 这俩馒头就行了 能闭嘴吗你 还敢跟我拼 普护士来帮个忙 怎么了 慢点 小剑 看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就我们这群鸟人 当什么兵啊 这样哥几个 准备跟我一起撤 这叫什么呀 这叫高原大逃亡 鸟人先逼 什么叫鸟人 这个鸟人 鸟人 鸟往哪儿飞 哪儿都不去 十分钟 全部归队 是 那么着 到 一直没休息过 不 没有 老鸟 老鸟 体力不错啊 是 你很适合高原啊 是 你已经打破纪录了 你知道吗 知道 还能坚持吗 不能 什么 我该吃饭了 十六个 十七个 第十七个高害怕 你能不能防过这些可怜的蛮头啊 从小麦到馒头 你说他们容易吗 这些馒头 这一生 都没被这样遭奖过 你这样的吃法 毁灭人性 看见没有 馒头犯机了 别着急 慢慢吃 你要不够 把我这儿拿回去打包吧 你慢点 眼镜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这么吃下去 整个部队非为他吃垮了 不可 哎 告一把 怎么走啊 上山打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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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财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啊 啊 你这干嘛呢 全苦补状的 要进哪儿啊 我 我救我儿子 你兔崽子又惹什么货了 叫着财 你儿子差点就要挨枪子了 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他就是吃不了苦 编个故事来骗你 你都多大年纪了 动动脑子好好想想 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祖国繁荣稳定 能有什么事 再说了 真有什么事 那有部队呢 你招什么急 我不管 我不懂你那么多的大道理 反正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现在 我现在就去部队 把他接回来 他不是我儿子 不是我亲生的 就你疼他 我不疼他 儿子什么样 我心里有数 真出什么事 部队首长一定会通知我们 你就让儿子在部队 好好地接受锻炼和改造 混出个人样 再回来 多好 你 你 乔主财 你什么人啊 反正我今天 我不跟你背话了 我现在 马上见儿子去 站住 敢查出这个门半步 你们回来 犯了你们 会不会 用手 姐 走 走 坐 好 宝贝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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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二跑了 什么 谁跑了 乔 乔二 我亲眼看不到 乔二跑了 乔二跑了 怎么跑了 我 行行行行 我抱住谁 什么呀 人不在 你走 拿着旁边跑了 等我 走 乔二 乔二 你干什么 你 乔二 乔二 我命令你了 赶紧我回去 干什么呀 你大白衣 你给我组合照顾了是不是 乔二 给我回去 乔二 睡觉去 回去 喊你呢 乔二 大白衣 别给我惹事了 回宿舍 班长 怎么了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乔二 班长 我知道了 谁 梦游 梦游 班长 是梦游 dement 梦游 ذه 喊你了 睡cue coil denen 不能 不能打 会死人的 梦 梦游 不能打 拿那么小 你们家里不打 不能打 你们家里不打 真会死人的 没错 班长 那你觉得怎么办 班长 冷水碰 不会出事吧 没得死 报答事 到 马上回连队 整一大盆冷水过来 是 班长 一大盆冷水 快 跑步 是 班长 工夫 水醒了 熊二 咋的 快下他命令啊 熊二 我掩护你 你们也得跑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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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熊二 熊二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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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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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ve don't migrate 瘋得了 啊 胖 testosterone 你凭吵asp 不是 你 有程ke 门了 女 others 我真是太佩服我自己了 你跟他说呀 不能说 真的不能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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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干吗都看着我呀 祝贺你 祝贺我 祝贺我什么呀 如你所愿 你可以离开部队了 为什么呀 你就不要追问了 老抱 你就跟他说嘛 让他心里有点准备嘛 是不是 不得行 班长专门叮嘱过我 不能说 你赶紧的 真的不能说 你爱说我不说 乔儿 我跟你说 行了 昨天晚上你梦远欧被人发现了 不得要把你推回去 对了 前两天我用馒头打你 对不起啊 真的 不 肯定啊 都出这事了 担心什么呀 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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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保重啊 你要记住 这可不是我告诉你的 这可不是我告诉你的 看来这招棋作用 不要自由了 好 好 班长 嗯 你说 乔儿这事咋办呢 我还是不睡觉 梦游挺下文的 睡也睡不好 她的病挺重的 我觉得啊 不适合她不对待人 您的意思 咱得把这事上报到莲里去 包 好 这也包 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卫月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嗯 为了早日与你相见 不惜牺牲了形象和尊严呀 挑战军归假扮梦游 我 乔儿 欺骗组织 你知道吗 不过这一切都值得 为了你这都值得 他们马上就会让我离开部队了 你马上就不用再忍受相辞之苦了 你部队 你部队 你才能承识 我有根据 这么多空 你 iy 统带 你都没有能力 我还是 pequena 准备 这就是你们的 那就是你们的 你不能自然 你不准备 呀 你不能自然 知道为什么 要对你强化训练吗 连长 这也叫强化训练呀 你觉得呢 浸碗水 快 快 那你就把碗里的水蒸发干了 再告诉我 如果有一滴洒出来 就重新再来 你最好给我想清楚 你为什么来当兵 应该怎么当兵 怎么当好兵 你要是还想不清楚 我就把碗里的水换成一碗油 到时候 你有充分的时间考虑 那我这碗水 要不小心掉地上了 怎么办呀 掉地上不要紧 春世班有的是油和碗 您总得告诉我 我到底要想什么吧 你才来了几天啊 一条一条给我想 想明白了 拿出来告诉我 这不是阴我的吗 我要告诉你 你不知道我的事 我不就二了吗 你不就叫乔二了吗 这儿干嘛呀 班长 你这么看着我 我渗得慌 我还万一这碗水掉了 来那五 就不赖我了啊 乔二 你要是不想在部队呆 新兵连结束自己滚蛋 少跟这儿装神弄鬼 啊 路 谢谢 是 装神弄鬼呗 新兵同志们 训练辛苦了 为了给你们增强体质 加强体力 连长亲自吩咐我们 吹石班呀 今天给你们改善伙食 我们呀 给你们做了 肉包藏排骨汤 好 好 穩定 做一趟 这个锅都是火 History 别租 别跑 别跑 先让你拿着跑 别跑 把包子留下 别跑 把包子留下 不要抢了 你们这样影响不好 三豹 把盘子管走了 拿着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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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啊 站住 把你留下 放上 别跑 把包子留下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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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gee 来一些什么 最强烈的 下站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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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起来 快点 起来 起来 一起 都起来 你干什么的 起来 一起 都起来 你干什么的 快点 起来 一起 快点 起来 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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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汇报 是 盯着点啊 快点 走吧 骂不你们啊 轩儿 请自觉啊 班长 您那板还递着呢 您赶紧吧 轩儿 别以为你假惺惺的跟这站着 我们就不是让你抢包子了 这包子我趁乱拿了两个 不是抢的 这是性质问题 我说你怎么那么能 胡搅满缠啊 不是胡搅满缠 这是事实 行了 你去吃饭看看 班副 班副 你赶紧把这碗哥 班长脑袋上 要不然等连长回来了 又得挨发 我说你这兵 老板给我 去吧 班长 你站好了 紧急结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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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